很多小朋友写字画画时都有不好的习惯 就是喜欢写一会儿字,咬一下铅笔 不知不觉啊,这种坏习惯就很难改掉了 写字画画时,咬铅笔是不对的 早期的铅笔是含有铅的 铅如果进入到人体内,对人体非常有害 如果时间长了,日积越累的,就会导致重金属中毒,甚至致癌 虽然现在人们使用的铅笔笔芯的主要成分是石墨和粘结剂 不再含铅,对人体无害 但是也不能保证所有的铅笔都是不含有铅的 就算是不含铅的铅笔,在纸上画来画去 平时放在铅笔盒或者桌子上 多少会沾染到很多的细菌和有害物质 这些物质啊,有可能通过小朋友的咬和吃 进入到人体内,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另外,咬铅笔也是很不雅观的行为 小朋友要从小培养自身素质,提高自己的素养习惯 所以啊,咬铅笔是一个很不卫生,很不好的习惯哦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咬铅笔 如果以前有咬铅笔习惯的小朋友 也要慢慢地改掉这个坏毛病 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咬铅笔